各位主内的兄弟姐妹 欢迎你们来到2月20日的每日圣言的时间 你的身心灵是否正在受什么样的折磨 让每日圣言陪伴您祈祷与反思 信德考验 现在让我们静下心来 聆听这一段圣言 马尔谷福音第九章第十四至二十九节 那时候群众中有一个对耶稣说 师父,我带了我的儿子来见你 他附着一个哑巴魔鬼 无论在哪里,魔鬼抓住他 就把他摔倒 他就口吐白沫,咬牙切齿,并且僵硬了 我曾请你的门徒把魔鬼逐出 他们却不能 耶稣开口向他们说 哎,无信的世代 我与你们在一起,我与你们在一起,要到几时呢? 我容忍你们要到几时呢? 带他到我这里来 他们就把孩子领到耶稣跟前 魔鬼一见耶稣 历时使那孩子拘乱了一阵 那孩子便倒在地上 打滚吐沫 耶稣问他的父亲说 这事发生在他身上有多少时候了? 他回答说 从小的时候 魔鬼屡次把他投到火里或水里 要害死他 但是,你若能做什么 你就怜悯我们,帮助我们吧 耶稣对他说 你若能 为信的人 一切都是可能的 小孩子的父亲立刻喊说 我信 请你补助我的无信吧 耶稣看见群众都跑过来 就斥责邪魔说 又聋又哑的魔鬼 我命你从他身上出去 再不要进入他内 魔鬼就喊叫起来 猛烈地使那孩子拘乱了一阵 就出去了 那孩子好像死了一样 以致有许多人说 他死了 但是,耶稣握住他的手 拉他起来 他就起来了 耶稣进到家里 他的门徒私下问他说 为什么我们不能赶他出去 耶稣对他们说 这一类 非用祈祷和进食 是不能赶出去的 感谢天主的圣言 今天的福音 让我们看到一个被魔鬼附魔的孩子 他是多么痛苦的 你目前的状态 你目前的状态 是为病痛所苦 心灵创伤 关系破裂 压力折磨 如那无法自救的孩子吗 还是眼见至亲讨有受苦 担心焦虑 四处寻求良意的那位父亲呢 或者比较像古道热场 行侠仗义 却无法完全排忧解困的懊恼门徒呢 虽然我们都有信仰 但不一定具备足够的信德 累积太多不成功的经验 不相信自己配得天主无条件的给予 有句古言 天主自助者 我们常认为要自己先努力 想办法克服困难 当无计可施时 才求主的指引 事实上 天主喜欢我们把他当家人 凡事与他讨论 请他教导我们如何着手 如何分辨 如何做选择 福音中的父亲为了孩子 恳求耶稣 你若能做什么 你就怜悯我们 帮助我们吧 虽然门徒驱魔无效 让他患得失望 但他愿意为了孩子 再谦卑求耶稣怜悯 同时承认自己的软弱 我信 请你补助我的无信吧 我们都在学习 成为信德坚强的基督徒 跌倒了 没关系 只要目光放在主的身上 方法可以改变 康复之路需要时间 也有挣扎 有时我们像看热闹的群众 未见立即的改善 就下定论 如众人说 他死了 我们要谨记 福音的结局是 耶稣 耶稣握住孩子的手 拉他起来 他就起来了 因此 当我们为他人祈祷时 让我们不要太快放弃 同时也可以献上 我们小小的补熟和牺牲 因为我们相信 耶稣一定会拯救 请品尝圣言 为信的人 一切都是可能的 也在我们生活中 活出圣言 为在身心灵 受苦的自己或他人 向耶稣祈求 治愈的恩典 最后让我们全心祈祷 耶稣 请你补助我的无信 教导我完全顺服 信赖天主 阿们 这每日圣言祈祷 是来自台湾主言传教会 愿天主降福你 也愿我们在信德 受到考验时 不要太轻易地放弃 信赖天主 我们明天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